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nnihilate 大家读一读这个单词啊 叫做annihilate 读一读啊 annihilate这个单词 首先注意一下这词的发音 这个h呢 no pronunciation 这个h没有发音 这个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annihilate叫做歼灭消灭 歼灭消灭的意思 注意一下啊 这里边这个h没有发音啊 这个单词翻成叫做歼灭啊 消灭的意思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单词 它的后缀还是比较明显 拿了一个单词 咱们读完之后 读三遍之后 你把这词看了去去拆解 去记忆这个单词了 前缀 a加福音双写 不用看 后缀呢 ate动词后缀 那么这词剩下的部分就是谁呢 就是这 这个词跟我读一下 读成neal 这个h还是没有发音 它读成neal neal neal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虚无没有的意思 neal叫做虚无没有的意思 别读成neal 别这么读啊 叫虚无没有的意思 为什么跟没有有关呢 这里边有这样一个字母组合规律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n字母开头 n字母开头的单词 大家注意啊 n字母开头的单词 那么什么呢 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呢 就是说 它通常都是跟否定义的词相关联 通常是跟否定义词的关联 比如说像我们在曾经学过一些词 比如说no not neather no 对不对 neglect 忽视嘛 n开头好多词都是跟否定有关 这里边也是 你看这一个单译一节 neal 都移成neal 叫做虚无没有的意思 它作为词根来讲 本身也是就是表示nothing nothing 你看也是否定 也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 为什么叫歼灭消灭呢 你看就是加强 没有 使什么没有呢 比如说我们说 nihilate the enemies 使敌人全没有了 就是这个道理 注意啊 必然你想一想 这个词能不能写出来 那么这个单词 你要想老师回想记它 到底怎么去记 因为它发音确实和长相呢 可能差得比较远 你怎么去记 就通过一个联想 就是没有山 你这样记得也行 就是虚无 no heel 不是not in heel 跟诺丁山没关系 你看看就是no heel 没有山 这就是虚无 那这个记法 你写法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去记 但是你可以通过就是根本上的词源去解释它也行 就是n就是跟否定有关 那它下面有哪些词我说一下 第一个叫做neolism 下一个叫做neol 下一个neolify 下边一个叫做neol 这次啊 叫做neol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neolism 第二个词neol 形容词 第三个词叫做neolify 动词 最后一个叫做neol 还是动词 就名字第二个音节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neolism neolism咱们刚才刚刚给大家说过啊 说这个sm呢 结尾的词通常跟什么有关 ism表示的是什么什么主义 什么什么精神 大家有印象吗 咱们之前刚刚讲过一个单词叫做啊 这个这个利他主义的 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很真诚待人叫利他 叫altruism altruism 回忆回忆啊 那么这就是什么主义 就是虚无主义啊 虚无主义 认为这个世界中间会灭亡 一切存在的东西没有价值啊 是不是等死吧 是这种感觉 你看看叫neolism 叫做虚无啊 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虚无的啊 你看看啊 叫做neolism 就是还是来自于这个ism 这个这个这个后缀 咱们在以后也是会见到很多 以后会讲什么享乐主义啊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啊 好多词啊 都是他结尾的啊 了解下一个词叫做now now这个词呢 我们在啊 这个出国的同学 如果你要考数学 那希望你重点了解一下 now表什么呢 叫做zero 叫零啊 直为零的啊 或者叫做无效的 直为零的无效 你看now还是否定嘛 对不对 上面是neol 这是now啊 还是叫做直为零的无效的啊 直为零的无效的啊 好了 看下面最后一个单词啊 下面最后两个动词啊 fi fi呢 咱们就像这个给大家讲过了 我说fi结尾的词是动词后缀 对不对 咱们说过纯净化 purify 对不对 美化 beautify 咱们刚才还讲过一个词叫做 呃 这个之前讲了一个词叫做诽谤 还记得吧 vile evil的后半截 诽谤一个人 villify 这个叫nullify 你看这刚才说这个词叫什么 说叫无效的吗 直为零的吗 那么这个词就还是一样 叫始无效 啊 始至怎么怎么样 始无效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anel anel这个词你看他跟谁长得非常像 他跟一个单词啊 叫做那个年度 一年一度那词 一年一度怎么写 a n n u a l 叫annual 这两个词呢 就长得像 但是没有血缘关系 这词他同样仍然是来自于谁 now 他都是来自他 都来自这个词 都是跟没有有关 这个an在此处是一个加强 读成anel 你看也是加强 始至无效 没有 他俩同一词 都是指的是官方的废除 啊 是无效 官方的一种废除 废除无效 nullify annual 把这两个分了一块 比较难一些这两个词啊 now 还有nealism 还有一个就是annihilate annihilate 叫做消灭 歼灭的意思啊 这个消灭这个单词呢 刚才说到了始至全没有啊 还有一个词 我们说叫做消除消灭 哪个词呢 叫做eliminate 作为一个同一词写的旁边 这也是一个托付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托付当中比较常见的了 比较简单一些了 相对来说 eliminate这个单词呢 也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消除 啊 消灭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还可以表什么意思呢 除了表消除消灭 还可以表示的意思叫做 呃 淘汰 他有这个意思啊 他有这层还叫淘汰 为什么叫淘汰 咱们先解释一下 你看看 中间这个词 它是来自谁 它其实是来自于limit 它其实来自这个词 就是我们说叫做界线这个词 啊 一表向外 关到界线之外 他说的这个意思 你看 把你关到界线之外 不让你入界的感觉 所以这叫淘汰 也是吗 没有界线了 没有这个东西了 啊 这也是没有了吗 就是没有界线 一叫向外 消除这个界线 也叫做消除的意思 啊 消除 所以这个作为同一词 放到一块 啊 同一词放到一块 如果考到替换的话 这要知道一下啊 好了 那么这个单词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annotate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啊 annotate annotate这个单词叫做注释平注 啊 大家看一下啊 叫做注释平注的意思 啊 注释平注的意思 那么啊 还是非常直接的 这个词的造词 前缀还是谁啊 an 看到了吧 后缀是谁 ate 看到了吗 前缀是an 后缀是ate 啊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不为胜的 就是谁 来自于谁 这词既然叫注释 应该来自于谁 note note咱们知道吗 叫做注意 注注释 就是这个意思 加强注释还是注释吗 注解注释 啊 做一个记号 note如果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意思叫做to mark mark的是什么 就是做记录呗 对不对 做记号 做记录 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啊 那么啊 它下面有一些派成词 我需要说一下 记住啊 加强做记录 你通过notebook 想想笔记本 对不对都行啊 下面有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 notation 下一个叫做 connotation 下一个词叫做denotation 最后一个叫做notorious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notation 第一个词名词 第二个词connotation 名词 第三个denotation 最后一个词叫notorious 大家把这几个放到一块 前三个词 都应该放到一块去记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notation 大家看一下 notation这个单词表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就是取这个词根 你看note嘛 加个名词后缀了 那这个词就取这个词根的意思 就是翻译叫什么 叫符号的意思 符号 比如说咱们学音乐的同学 你看那个无线谱 最前面那个大火炬 高音符号 是这个东西 还有咱们所说的 化学当中 原色当中用的一些符号 这个叫做notation 就是取的是note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还是比较直接 你只要抓住note的意思 就是注释嘛 记录注释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个注释的感觉 叫做符号 下面这两个单词 就在这个notation前面 加了两个前缀 这两个放到一块 你看 一个叫做connotation 一个叫denotation 这个东西在这前面 注意 你看符号放到一起 C用叫共同嘛 好几个符号放到一块 这个单词发什么意思呢 叫做演义 内在含义 演义 内在含义 内含义 而denotation就翻成 叫做意思 意义 叫做meaning 表示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放到一块 这个第一呢 不是表示向下了 它也不是表示除去 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第一有除去的意思吗 砍伐森林 还记得吗 第一阶段咱们给大家讲到 那个痛恨考试 痛恨怎么说 叫detest 还记得吗 痛恨那个词 那个第一是原理off的意思 但这里边绝大部分前缀 记住我说一下 孩子们 记住我说的 大部分前缀 几乎95%的前缀 除了它可能固有的一个意思以外 它可能都有一个共通的意思 都有个共通的意思 都表示什么 都可以表示加强 这有些前缀可能 有可能表示说向后啊 有些前缀也可能表示什么 像前啊 但它都有共同的意思 都可以表示加强 都可以表示一个加强 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词你看就是符号 因为一个符号 就是表示某种含义 比如这个alpha beta 放到一起 可能表示一个符号放到一起 表示一个新的意思 叫做演义 演义意义 演义意义 放到一块 connotation denotation 最后一个词 频率最高的 这个词跟频率最高的 可能还是这个词 叫notarius notarius这个词呢 你看就是有记号了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很marked 是不是就是很显著 它就相当于这个词跟的感觉吗 但注意这俩意思 还是不太一样 marked呢是正向的 就是显著的很明显的吗 而notarius它也是一种 很明显的感觉 但注意它又是一个 负向的一种明显 notarius读一读 也是来自于记号的感觉 你看充满了记号了吗 也是很明显的感觉 但它就表示一个负向的感觉 叫做臭名昭著的 也是很明显 但它讲的是不好的一方面 很明显 notarius读一读 notarius臭名昭著的 明显的臭名昭著的 表示不好的事情 明显notarius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结束了 要抓住笔记本 这个注释就行了 符号 符号放一起是引译 单独加强一个符号是意思 这个是有显著的 这个叫做臭名昭著 好 那么这个词到底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ntagnize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antagnize antagnize这词叫做什么 叫做敌对 或者叫做对抗的意思 敌对 或者叫做对抗的意思 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叫做be against 就相当于against turn against 敌对 跟某人对抗 对峙 那么这个单词呢 首先注意到后缀 后缀是谁呢 Ize Ize呢 我相信大家并不是第一次接 我们在曾经学过一些词 比如说叫工业化 industrialize 就学过了 当然这里面我说一下 它有一些派生 你看考试当中我说一下 你看第一个就是 换成ist ist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词 名词叫做人嘛 那么这个呢 叫antagnist 叫敌人对手 敌人对手 那它的形容词叫antagnistic 前面不变 就是把这个Ize 这里面换一下 那么antagnistic 它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敌对的 叫做敌对的 敌对的 相反的 敌对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变体 大家要知道 那这里面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怎么关注 有些单词可能稍微变化 有好多东西看不出来了 但你永远记住一点 后缀变 看是不是后缀变了 对不对 现在前面都没变 后缀变 词性也变 你看这是不是动词 如果变成这样的话 这个是不是变成名词了 后缀变 词性也变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 中心含义 基本是不变的 这个词的意思 你看这叫做敌对 这是敌人 就是这意思吗 加个IC叫敌对的 词性又变了 变成形容词了 它的意思不变了 后缀变 词性也随之变化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不变 所以就主要 为什么我在第一节课 给大家讲到 我说记单词一定要记前边 因为后缀它确定词性 影响不大 它的核心意思在靠前边的 好 好 下面咱们回到这个词上来 我说 这个词怎么去记它 你看为什么叫做敌对对抗 敌对对抗反抗的意思 antachnize 能抓住谁去记 它下面其实来对谁 就是这样的一个前锯 谁呀 anti anti在作为前锯来讲 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 我说anti作为前锯 表示相反的意思 咱们讲了一个词 反感 还记得吗 antipathy pathy还记得吗 情感 同情 sympathy 反感 antipathy 无情呢 冷漠怎么说 apathy 回去一定要看 我会不断地提问大家 antipathy呢 作为前锯表示相反 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 就刚才我说到了 就是它和这个原因相碰了 像造词的时候 它发一个原因就行了 所以就去掉了一个原因 看到了吗 那么这里面这个ag和agon ag作为词根来讲 它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act 是跟行动有关 行动有关 ag是来自act 这为什么跟行动有关 你看我写在上面 你看 因为这个act啊 你看经常在一起写 写写写写写 写在连笔了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词了 就变成了你看 act 变成了这样一个词 ag呢 表示跟行动有关 如果你说老师 我用熟词去解释它的话 哪个单词能佐证它呢 熟单词的话 咱们曾经学过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 如何去行动 告诉你上午吃饭 下午 这个这个这个 会议晚上 洗澡按摩 那这样就叫做 会议日程安排 日程安排怎么说 叫agenda 不就来自它吗 告诉你如何行动的吗 咱们还学过哪个词 叫做机构局 对不对 叫做中央情报局 对不对 CIA agency 也是来自于这个词的 在这个词根比较难看一下 主要因为它两个字母比较短 但是我刚才用了两个单词 帮大家举例 希望大家能对这个 这个词给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这个词根比较短 那么它有一个高频的变形 就是它有好多变形 都变成了IG 这个IG是它的一个高频变体 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说这单词 其实就是让这些人造成 你看 行动 做相反行动的 不是这样一个动作吗 这个叫做敌对 你这样做 我愿意做相反行动 这个叫做敌对 它下面有哪些词 排声词 补充一下 叫做cogitate 第三个叫做cogent 最后一个叫做excigent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四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agitate 第二个词叫做cogitate 第三个cogent 最后一个词叫做excigent 最后两个是两个形容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agitate agitate这个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这是动词 记忧动词 叫做煽动 煽动 这个这个这个机器 表这个意思 煽动某人做某事 agitat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agitat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 煽动某人做 做一些事情 ag在这儿呢 行动 it表什么意思呢 it咱们都知道 参观那个单词 visit visit的后半就有这个词根 你看 一个是看 一个是走 这样去记 边走边看 这不就形成了参观这个动作吗 走走看看 走走看看 所以这个词就是这样造成的 你看 叫走去行动 记住一个解释 这叫煽动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 说的人叫做煽动 同志们 同学们 我们赶快 怎么走你 怎么走你 罢课 罢工 还有怎么的 罢演 这样一个动作 你看他让同学们 同志们干嘛 去做一些事情 走去行动 走去行动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叫做煽动 读一读 agitat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向大家能够作为一个重点记一下 叫agitate 第二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cogitate 读一读这个词 cogitate 这就是前缺不一样 这个词呢 比较难记了 你看 他其实也是压缩了 这个a 你看也是这样的 后面不变 让大家一起 去行动 大家一起做一个什么行动呢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叫做共同 怎么样 共同一个什么行动 叫一起 这个字叫做to consider carefully consider carefully 叫共同思考 叫做仔细考虑的意思 这个词这样去记 一起行动 一起思考 来大家一起想一想 别人煽动你的时候 大家一起一定要想清楚 不该做的事不要做 是吧 你看看 这个叫做共同思考 让大家一起行动 叫做仔细考虑 思考考虑的意思 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搭配这词 on使用 cogitate on something 仔细考虑的意思 仔细考虑 cogitate on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cogent cogent这个单词 也是非常难记 不好记 但这个词呢 也是一个高级词乎当中的 一个重点 cogent这里面 不要写汉语意思 写它的同一词 阴阴取记 它的意思叫做 persuasive persuasive 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有说服力的 persuade 高考词 persuasive 所以里面咱们再通过一个词词 再补充一下 比如说 cogent evidence 什么样的证据呢 叫做有说服力的 有说服力的 cogent 让大家一起行动 能够劝大家一起行动的东西 你看 一起做这个事情 还是一起做吗 你这个东西必须有说服力 要否则谁给你做 这个叫做cogent evidence 想一想 咱们现在 这几个小诗课当中 我给大家 有几个单词 我让大家用通过词组去记得 第一个就是咱们说叫征税 还记得吗叫levy tax 有印象吗 升起税务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精读一本书 peruse a book 一直使用一本书 还记得吗 peruse a book 还有就是这个词 叫做cogent evidence cogent evidenc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 等于persuasive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exigent exigent也是一个形容词 也是一个形容词 这单词呢 你看这个词刚才出现了 看到了吧 在这呢 ex在向外 这怎么行动啊 是不是出去行动啊 向外行动啊 你看叫出去行动 ent还是形容词后缀 那么这个词的造词就是写完了 什么叫出动呢 这个词的意思发现什么意思 你就记这四个字 叫做紧急出动 这个词的造词是出去行动 但它的意思叫做紧急的 急迫的 读一读 exigent exigent 你看出去行动很快 紧急的 急迫的 紧急的 急迫的 exigent 读一读 出去行动 急迫的 紧急的 那么一共就是这样几个单词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组词实话说 不是特别好记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词根非常短 这个词根非常短 你看一看啊 第一个 走去行动是煽动 agitated 读一读 一起行动动词是一起思考 做相反 anti 这一定要记住它前四个字母 这一点是两道记住 它的意思能下来 敌对对抗反抗嘛 下面一个词 cogent evidence 什么样的证据 有说服力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 exigent 出去行动叫什么出动呢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是紧急的 急迫的 exigent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底不说了 那么下面我看一下 我刚才那个说的那个名词 我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名词做一个补充 刚才刚才说到了 叫 antagonist 你看一下啊 那么它有个对应的一个词汇 叫protagonist antagonist 这个后面都一样 就前面不一样啊 所以放到一块记起来 比较好记一些 你看这怎么行动 最先行动的人 这个呢表什么意思呢 之前行动 这个叫做 小说戏剧当中的什么 叫做主人公主角 leading role leading role leading actor 叫做主人公主角 而这个呢 对应的就是敌人对手 反派呗 对小说戏剧当中 所出现就是反派敌人 主人公 就是前锥不一样 一个是相反行动的人 叫反派对手 这个叫做主人公 我们在以前学过这个 对手 还有哪个词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吧 opponent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单词 还有一个单词叫什么来的 新年龄二 当然这就高考词了 叫做rival 还没有印象啊 都可以跟他作为同一词 敌人敌人敌人 如果考试当中 考到同一词 不要忘记啊 antagonist opponent oppose嘛 opposate 相反那个词 同源的 rival 也是rival 好 那么这组词到这里 就彻底结束了 让我们继续进行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quatic 大家读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aquatic aquatic叫什么呢 叫做水生的 水漆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水生的 水漆的 to live in the water 在水里生 水里长的 这里面为什么叫做水生 水漆 水里长的呢 首先注意它的后缀 抓住 马上看到这个单词 找到后缀 ic ic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学生词后缀吧 后缀确定词性嘛 咱们在第一节课给大家讲的词 叫做酸的 怎么说酸的 尖刻的 accerbic 还记得吗 accerbic 那么这里面 它这个词根来自于前半词 就是acquiaaqua aqua在拉丁词根当中 就来自于拉丁词根当中 表示的意思叫做water water water是水的意思 那哪个词根 哪个单词能走到它跟水有关呢 哪个词能走到它跟水有关呢 那么我们如果上过高中的同学 大家应该学过这个单词 叫做aquarium 叫什么呢 小写 小写就可以了 叫做aquarium 叫做水族管 水族管 其实在中学课本里就有了 aquarium 如果星座的同学 我们还有这个星座 叫做aquarium 看看你是不是这个星座的人 哪个星座的 叫做水瓶座 水瓶座 叫做aquarium 都是还有水的 你可以通过这两个词去记一记 反过来把这个词根给它搞定 跟水有关 所以这个词你看 后面加一个at 在水里的水生水期的 水里的水生水期的 那它下面有哪几个重点词 我说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aqueous 第二个单词叫做 看一下 opaque aqueous跟水有关 把这两个词 普通在下面就可以了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 就是aquatic 水生水期的 第二个 aqueous形容词 第三个叫做 opaque 叫做opaque 当年阅读里还出现过 这样一个词叫做 aquifer 但这就没什么可考的地方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aqueous aqueous表示什么 你看还是水吧 a变成了e 注意一下 ous形容词 这个ous作为形容词后续来讲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ous如果作为形容词后续来讲 它表示叫做 充满了什么什么的 充满什么什么的 是这样一种感觉 你看这充满了什么的 是不是充满了 什么 充满了这个水吗 这样一种感觉 叫什么呢 叫做containing water containing water 叫做含水的 水溶的含水的 叫做aqueous 第二个单词 叫做opaque 这是一个重点 给我画上重点符号 opaque这个词的词根 跑哪去了呢 它跑到这个单词的后面去了 大家看一下 aqua 在这儿呢 变成了aque op作为前锥来讲 我说一下 那么op是谁的变体 是来自ob的变形 ob是一个常见前锥 ob作为前锥有两个意思 要么加强 要么相反 你看咱们学过吗 反对怎么说 object 物体那个词 对不对 ob有两个意思 要么加强 要么相反 这里面取的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因为这个词你看叫什么 叫做不透明的 not transparent not transparent transparent这个词 也是一个基础词 叫透明嘛 大家看有没有印象 transparent 叫做透明的 那么op这词叫不透明的 与水相反的 因为这后面水 水的特点清澈干净 op相反 与水相反 背离水与水相反 是这类的叫做不透明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aquifer aquifer aquifer这个单词呢 比较难一些 你看看 fer呢 作为词根来讲呢 它本身表示的是carry 有这样一个词根 fer作为词根表示的是carry 叫搬 或者是携带的意思 为什么叫做搬 或携带运载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 咱们曾经学过很多单词 你想一想 比如说我们说换乘站 换乘转换 transfer 就是建国门 is transfer station 大家听过吧 transfer 从这边搬到这边来 对不对 咱们在以前学过 好多分 比如说还学过渡轮 怎么说渡轮 叫ferry 对不对 还学过什么推论 叫做infer 都是来自于这个 fer这个词根 那这个fer叫做carry 你就通过transfer去记 就非常好记 通过transfer 比较好理解了 你看从这边搬这边来 不是要转换吗 那这带什么呢 搬什么呢 是不是带水的 你看运载水的 carry water的 运载水的 这叫什么呢 地质学当中的 当中的叫做 寒水层 这个字表示寒水层 地质学当中 你看运载水的 这层都有水 寒水层 好了 那么这个词根下面 一共就这样几个单词 结束 重点是它 叫做 雨水降反 叫不透明的 not transparent 比较这样的意思 其实这个opaque 还得表什么 叫灰色难懂也行 你看不透明吗 hard to underst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灰色难懂的 那么aqueous 寒水的 aquatic 叫做水生 水漆的 好 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arbaritum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arbaritum arbitum叫树木源 或叫植物源 树木源或植物源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呢 有一个重点的一个词根 要考察一下大家 看看有没有见过以前 就是arbar 好多人会觉得 这个可能比较难没见过 这个主要是在 阅读当中出现的 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一个词根了 arbar跟什么有关呢 它表示的是树 叫做tree 它是跟树有一些关系 arbar是跟树有关 arb arb和arb都行 放到一块 是跟树有关 它为什么跟树有关呢 还是第一个解释方法 先通过词源 帮他来解释 你看他其实与他同源 就herb herb可能好多人 能见过就是草 这个词嘛 草本草 它是与他同源的 因为草木本身是一家嘛 草木一家 他把谁给去掉了 他把这个h给脱落掉了 我在第一节课给大家讲到 我说gh不发音的时候 给去掉了 去掉之后谁 herb herb 你看看 herb 这是一样 这个词本身有两个读音 第一个你可以读成herb 第二个读音 你可以读成herb都行 所以你看就是来对他的变形 草和木本身是一家的 这第一个计法 第二个计法呢 通过一个行进词对照 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通过联想去记 就通过行进词对照去记一下 你看 这个叫做arber 它的下面的派成词 全是翻成跟树有关的 通通都是跟树有关 就比较好记忆 你只要能翻成树的感觉就可以了 你不管是什么树木的 还是什么摄树纳树 只要翻成树就可以了 你看 un表示地点 咱们刚才讲的叫什么 叫水族观怎么说 stadium sorry 叫做这个aquarium 体育场叫stadium 所以你看 有树的地儿 叫树木园 那么这里边你看通过谁去记呢 这个单词先把它记住 arber叫做什么 叫树阴 树阴处 休息 遮阴 遮阴阳的 这样的地方 你通过这个行进词去记 叫harber harber这个词 harber叫什么呢 大家应该见过吧 叫做港口 有见过这个词吗 对不对 你看咱们说有维多利亚港 咱们在那个澳洲 有这个悉尼的 有Darling Harbor 对不对 这个要知道 这叫做港口 那个港口和树阴 放到一块儿去记 你看一个是harber 一个是harber 看看这两个单词 你看为什么它也放到一块儿去记 你看港口是干嘛 是不是避风雨的 有一种遮挡的感觉 挡给你挡风雨的 而这个树阴是干嘛 是不是遮太阳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放到一块儿去记 ha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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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挡风雨 树阴当太阳 放到一块儿去记 一个是港口 一个是树阴 都是有遮蔽的感觉 放到一块儿去记 所以这个是树木源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词跟下面系 相对比较重要的 其实是这个单词 叫做arborio 这个词是比较重要的 叫做arborio 形容词一下能看得出来了 al就有形容词后追了 那前半部分就是 树 树加一个形容词后 叫的 树木的 或者叫做树生的 树漆的 咱们说那个 coala 澳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coala 叫做树带熊 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他们树生树漆的 树上生树上长的 叫做arborio 树生的树漆的 树上的都行 好了 那么这个词跟下面 一共这样几个 咱们刚刚讲过 跟水有关 再看一下 是echo跟水有关 那么树是谁 想想港口是 港口和树是一组的吧 港口是harbor 树荐是arbor 跟树有关 放到一块儿就结束了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讲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rdent 把这两个词放到一块儿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单词放到一块儿 看一下叫做ardent ardent这个单词叫做 热情的 热情洋溢的 会叫燃烧般的 大家还记得 我第一天给大家讲了 这样一个词吗 这两个词 大家做一个对比 看一看 还记得吗 热心的 热情洋溢的 会叫燃烧般的 大家看一看 很热情的 会叫燃烧般的 ardious 还有印象吗 咱们在几个小之前 给大家讲过 ardious表什么意思 叫做 什么 还记得吗 他来自于谁来的 你看形容头对挡住之后 ard是来自谁 是不是来自于hard的 困难那个词 叫辛苦的 费力的 叫做辛苦的 费力的 是来自他 但这俩呢 恰恰其实长得 就是有点相近了 但他词源是不一样的 他词源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来自hard的 叫辛苦费力 而上面这个词呢 叫做什么呢 热情洋溢 一个辛苦费力 一个热情洋溢 上面那个词我解释一下 他来自于谁 ard 他和ars 这俩同根 sd 还是回忆一下 我在最开始 课程最开始 讲词合学总论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过 三个字母替换吧 std 还是这三个字母吗 std 这三个字母 那么他作为词根量表 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burn 在拉丁词根本身跟燃烧有关 作者在了 拉丁词根本身跟燃烧有关 这个为什么能跟燃烧有关呢 第一个计法 还是通过熟词反过来计 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arsenal 还记得吗 咱们看足球的时候 应该知道arsenal 看有没有见过 arsenal这单词叫什么意思 叫冰工厂 军火库 是吧 烧有关吗 军火吗 火和人烧不有一些关系吗 叫做军火库 叫arsenal arsenal 是来自于这个词根 那第二个如果通过词言 去解释这个词根的话 这个词根它是来自于谁 它的词言是来自于ash 拍成出来的 它是来自于ash 所拍成出来 你看ash和ars 你读 ash ars 很像 读音拼写都很像 他把这个ar给去掉了 这是同源的 因为这个烧嘛 是什么呀 灰烬嘛 ash叫灰嘛 所以这个是由灰所拍成出 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燃烧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叫做 燃烧般的呢 就是燃烧加个的 咱们经常会说 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就是热情 燃烧般的一个叫热情 但是重点当然记得 还是热情的 热情洋溢的 热情洋溢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根下面 有哪些派生词 第一个词叫做other 第二个词叫做arsen 最后一个叫做arsenist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三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other 第二个词叫做arsen 第三个叫arsenist 好我们来看一下other other是不是刚才 我刚刚讲过那个词 叫树烟还记得吗 是这个词吗 有印象吗 如果你想到了树烟 就大错特作了 你看它跟树烟长得很像吗 树烟是跟谁记住 是不是跟港口 港口怎么说告诉我 哈勃 那么树烟怎么说 把谁去掉 把H去掉 叫什么叫阿勃 一个B一个D 如果你认为是树烟 那词就完蛋了 是吧 你看一看 那是很像的 人家通过港口去记树烟 那个是一组词 而这个other呢 其实就是它的名词 这叫做热情 就是passion enthusiasm 热情叫做 other ardent 就是他们带着热情 热情的朗读 大声朗读 这个叫做to read with other 这样的一种感觉 下一个词叫做arsen 和arsenist 这两个词是一组的 arsen表什么呢 叫做纵火罪 纵火的意思 就是跟人烧有关 烧成灰吗 arsen 叫做纵火 纵火罪 而下一个单词呢 arsenist 这叫什么呢 纵火 加了一个人吧 叫什么纵火犯 ist表示热 叫纵火犯的意思 纵火犯 所以说这几个都跟人烧有关 你一定要想到灰 这个ars就能想起来 烧嘛 烧成灰 是燃烧 烧 放火 是放火的人 热情 火了 特别火热的感觉 热情的 好 下面咱们继续补充同一词 这个词下面有几个同一词 我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第一个词叫做ferved 下一个词叫做fervent 最后一个词叫做perferved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词 第一个词 ferved fervent perferved ferved fervent perferved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三个词 这三个单词呢 是三个同一词 放到一块之际 就是程度呢 最后一个比较强一些 第一个叫热情的 第二个还是热情的 第三个叫十分热情的 热热 十分热 放到一块之际 热热 十分热情 热情 十分热情 你看最后一个单词 其实就在这个ferved 前面加了一个谁 是不是加了一个per per 咱们在第一节课 咱们给大家讲过 它表示through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一直嘛 它不能取那个await的意思了 你要取await的话 就就是远离热就不热了 但这个词的意思叫十分热情 所以它肯定是取个加强 有种这种一直热 你看它俩就差一个后缀 不一样 一个是id 一个是ent 都是形容词后缀 那么他们的词源是来自于谁呢 你自己琢磨琢磨 你看得看前面 词源我都说了 词源一定要把前后最刨去去看 你就读它 跟它长得像的 发音像的 还能跟热有关的 哪个词 ferved 哪个词 热情 热情 十分热情 哪个词 能想到这个词吗 叫什么 fever 发烧这个词 发热嘛 就来自它的变形 通过fever去记住 把这三个词读一遍 非常好记 希望大家能够一遍记住 f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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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 十分热情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